党政相关带来聚焦520之后的新内阁人士 现任的格魁陈建仁 他在周四将会依宪政惯例提出总词 接下来会继续看守内阁直到520 而至于接任的人选 现在包含了郑力军 郑文蔡还有林家龙都被点名 而大选才刚刚结束 紧凑的选战行程告一段落之后 现在当选人赖清德却突然在社群平台上开唱蔡总统 他说跟你比起来我已经赢在起跑点 因为我的副总统比你的好 所以毕业这件事我是蛮高兴的 520就要卸任总统蔡英文出席内阁园区 岁末连环晚会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虽然我的任期只到520 但是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替大家解决问题 也将各位的想法跟意见 一定列入交接事项给下一个团队 请大家放心 政策会延续而一旁陪同的 有总统府秘书长林家龙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就这么巧都是被点名的隔魁人选 好像你被点名要就是接任隔魁对不对 郑文燦讲电话没有回应 也是要避开敏感议题 新一届的国会立法院2月1号上路 现任隔魁成见人依照宪政惯例 周四院会上就会率内阁总辞进入开首期 人事动结直到520 在跟新团对交间 新隔魁人选亲平台总事长郑立军 深受赖清德信赖 郑国会少主林家龙有内阁经验 旗下又有智库 现任副格魁 郑文燦也被看好 更上一层楼 竞选总干事盘梦安 则是替选战操盘有功 都是台面上有机会成为下一任 行政院长的人选 而作为国会关键少数 也有在立党喊出 要建立行政院长人选 进国会假投票的宪政管理 如果直接单一的跳向未来的内阁 谁来担当责任 因为这都可能过度的去减少了 跟其他政党合作的可能性 而赖清德将接棒蔡总统 他在社群平台说 报告小英总统跟你比起来 我已经赢在起跑点 因为我的副总统比你的好 蔡总统回说 我想我们眼光都很不错 小美琴则问赖清德 那你选猫还是选狗 三个人逗区的互动 展现幽默一面 也让网友笑说 原来废文还有总统级的啦 记者是杨宇达台北报道